美洋艺末 中戴旅客 美洋艺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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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WELL 大家好,我是娃娃末 今天出片正正月19號 我拍片時是18號 18號先拔頭籤 就來拍攝地區 這間酒店有什麼厲害 這間酒店是BTS派日泰站 後面是機場快線派日泰站 於是乎大家乘搭機場快線 來到不需要再轉車 直接經過BTS的範圍 然後有特別的通道穿入酒店 是不是很威猛很方便 這間酒店的名字正正是Eastern Grand派日泰 19號正式營業 有人來住 但我18號就一個人走來拍攝 我想我應該是全香港第一個YouTuber KOL 節目主持 這樣那樣走來拍攝吧 應該是第一個吧 大家看看有什麼這麼吸引 我覺得最吸引之處當然是Location 在這裡走去搭BTS 都不用走 有通道過去是BTS站 然後你搭去試飲也好 搭去閘到閘也好 去哪裡都超級方便 最重要就是當你來這間酒店 或者來的時候搭機場快線 簡直不需要坐的士 拖住行李 不需要經過路面 這樣出來跟著過去就是了 是不是很方便 馬上來看看酒店裡面的餡料 先解釋一下 UNICON其實是一棟建築物 既是商業大廈 亦是酒店 酒店名稱正正在Eastern Grand Hotel 一齊進去看看裏面有多大廈才行 真的好大廈 樓底很高 這裡前面就是Check-in大堂 現在看到好像清雅了一點 是的 我拍攝的時候 酒店沒有正式營業 當正式營業之後 就會多了一些傢俬 和一些擺設 這裏的大堂 真是夠細細 大型的水晶吊燈 嘩 美得簡直是宮廷一樣 地方這麼大這麼美 日後就算更多遊客來Check-in 要等了 那就先拍照 打完卡才Check-in 都可以 大堂就夠英俊了 那麼樓上的房間又怎樣 想樓上看看他們的房間 原來種類也很多 這間酒店裡 中有差不多五百間房間 有八種房間種類 這間酒店裡 這間酒店也叫做Pimian Deluxe 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真的一望無際 床邊 只有插塑位 沒有USB的 差點 不對 USB插頭在這裏 又有插塑位 又有USB插頭位 算你 也算不錯 而且景觀漂亮之餘 也有一種很開揚 很清雅的感覺 更加值得一提 就是部分房間更加有浴缸 並且看到外面的景觀 外面的景觀看起來 應該沒有人可以安裝到你 這個單位 就在二十多樓 二十多樓 其實這間酒店 有五十多樓 如果住在四十多樓 就更加一望無際 剝衣服 剝褲 周圍行 都沒有人能看到你 既逢忘記說 剛才房間的價錢大概是七千匹 這間較為細間 應該是最基本的 這裏沒有Studio的房間 是沒有的 有Superior 這間Superior的房間 價錢大概四千匹 是包含早餐的 房間尺寸也算大 堅持也挺清 看看 前面這裏 亦是一個插塑位 接著這邊照例 亦是一個USB位 簡簡單而極 最重要是近機場快線站 在這裏去機場快線站也可以 在機場快線站走來這裡 都可以省了不少時間 這間酒店之內有好幾個餐飲地帶 好像這一層的這個 不是吃自助早餐的 是吃普通的阿勒卡菜 不過很多人客上來這一層 就未必為了食物 而是為了游泳和看美景 泳池在哪裏在者裏 好漂亮的無邊際泳池 真是好漂亮 這間酒店其實有兩個泳池 這裏22樓有一個很漂亮的無邊際泳池 即是看到上去 之後在三十多樓都有另一個 兩個各有特色 這個真是美得不得了 黃昏時分更加漂亮 今天我來拍攝先島為化 未入住 遲些入住的話 一定要黃昏入落 在這個景點 拍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放心 我有穿衣穿褲 我不會脫衣脫褲給你拍的 好 未看另一個泳池之前 不如看看廣告 希望大家到時都會來參與 就是講講我的粉絲聚會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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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張烏池 胡惠聰 不經不覺 上次去完香港回來 都有一段日子 不斷都有人問 上次你的網聚搞得多好 什麼時候會下一次 甚至乎有些朋友說 上次因為時間關係 又或者剛巧得那麼巧 看不到我們的宣傳 就不知道很想再參加 什麼時候會有機會來了 這一次的網聚可能會是最後一次 怎樣最後一次呢 是今年的最後一次 因為知道我接下來很多事情要做 我接下來ITE國際旅遊展 會因利成變回香港做泰國的宣傳 於是乎今次網聚完之後 我看怕今年之內 都未必會再回來香港 即使回來 都未必會有時間搞網聚 再者再者 今次會有另一個特別嘉賓 都不是另一個 是同一個 就是一個東印會台的東印B 東印B也出來了 據稱有少少初型 所以今次也可能會是東印會 最後一次呢 在今年之內呢 和大家見面 如果大家想一島去 和東印PE的風采呢 就可以來看看 那今次呢 也都給了一個機會 是不是呢 又可以很近距離 和大家接觸 或者聊天分享 以及給了一個機會 我清理門戶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上次呢 我都特地選了一些 我的一些珍藏 或者我買了 根本沒有穿過 沒有用的東西 當然是有些 兼密 不會普通的一條體褲 送給大家 大家似乎都幾受 其實今次呢 那個限額呢 都數十的 看來呢 我要找數十件 一些的 家企的東西給大家 當然啦 占士邦那些 就不會給了 因為你們都未必懂得欣賞 那可能有些 衣服鞋襪 是未穿過的 那真的有些 日本的時裝 買回來呢 我是未穿過 那當然不會太浮誇 就是不會說 去登台那些 你放心 不會有些豬片那些 那有些較為 獨特的日本時裝 或者褲 或者衣服 或者什麼衣服 都是未穿過的 或者一些手錶 各方面 都會拿回來和大家分享 送給大家 正所謂 就是善用之餘 好過扔掉 你買了 不穿 不用 永遠放在那裡 直至死了那天 以德善堂來撿我 就撿完 就直接賣了 既然是這樣 不如送給大家 那究竟今次的網聚會 在哪裏搞 還有什麼的陣容呢 有些什麼 大家留意看看 今次的活動呢 將會在6月16日 星期五 地點就是尖沙咀 尼敦道 九龍酒店 龍日獻 時間呢 就是傍晚6點半公後 七時入席 沒錯 吃中菜 如果是Wallby的會員 當然再折扣 如果不是會員 又這麼巧 還沒想到 去哪裏和爸爸 慶祝父親節的話 這個聚會 都可以考慮一下 和爸爸 全家一齊 還有九折優惠 那究竟有什麼菜式呢 大家看看 價值每位就是 888港元 我還會在現場 和大家玩遊戲 送一下禮品 除了剛才所說的一些 我的珍藏 還有一些新鮮熱辣 各方面贊助的一些產品 究竟有些什麼 遲些大家就會知道 與此同時 現場還有我的新產品發售 有興趣 可以WhatsApp 852-9866-0256 查詢和訂座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好了好了 回來大會現場 看看另一個泳池 就是這裏 又是無邊際泳池 嘩 還好美 真真正正高高在上 這裏就是三十七樓的另一個泳池 無邊際泳池 是否比剛才那個泳池更漂亮呢 簡直一望無際 從那邊一直到那邊 就算不在游泳 在看水也很棒 看看大家 剛才泳池 普通住客都可以用 但這個泳池 一定要是某些房間的住客 才可以用 某些房間 即貴些房間的住客 既可以用剛才那個 也可以用這個 但如果較為便宜些房間的住客 就只有用剛才那個 就用不到這個 這裏的環境 十足十個介紹 所謂的豪宅睡美 天空泳池 在水中央看景 真是美得不得了 可以說 例如看這裏 沒有哪間酒店 有這麼高 這麼美景的泳池 就是Eastin這裏才有 Eastin酒店 在泰國曼谷 有幾間分店 但不是每間有2-back room 其他沒有 只是這間 新的Eastin Grand Prix 泰國才有 這2-back room 較為grand 和英俊 價錢較為貴 大約1萬匹 有幾大 千多呎 看看 這裏是第一間房 這裏雖然沒有walk-in-cosec 但有位置給你掛衣服 各方面都整齊骨子 前面還有兩張椅 方便大家可以坐在這裏 正正經經看電視 就不需要睡在床上看電視 你說2-back room 一班朋友來住 也可以 一個朋友來住 都沒問題 看看2-back room 另一間房 即是Master bedroom 看一看你可能覺得奇怪 這裏的顏色、長子、設計 有少許太古風情 還有少許皇室氣派 對了 你真聰明 話說佩日泰區裏面 有個古舊的皇宮 而這裏房間的設計 有少許參照皇宮來設計 所以都很有氣派 這裏的2-back room 有兩種 剛才那間比較大 這間比較平實 價錢大概是8000匹 到一晚 四個人住 除非都是有限錢 這裏就是客廳、飯廳 然後主人房 後面還有一間房間 不過發現了一個秘密 原來這裏有一個 connecting room 可以通過另一間房間 即是說合同那間房間 便可以做一個3-back room 對 六個人來住 便更加正 剛才那間2-back room 一過來就是另一間1-back room 當然可以當一個3-back room 租也可 或者我只要這個都可以 這是一個1-back room的單位 價錢大概是7000多匹 又是簡單單單 有一個小廳 然後裏面就是主人房 都是那款風格 有少少像皇室的氣派 最重要是無遮無掩 沒有東西阻擋 不是無遮無掩 是沒有東西阻擋 大家看看 嘩 角景 角景真的相當之開揚 對 有我很喜歡的walking closet 對 這間是較為高級的1-back room 裝修層設 擺設 都跟剛才那間有少許不同 價錢也有些不同 大概8000匹到一晚 真的挺漂亮 據聞 他邀請我下車來住這間 有walking closet 讓我帶多些衣服來換才行 參見鬼王 酒店五樓部分是the market the market賣東西嗎 不是賣東西 賣東西吃 主要是提供自助餐 自助早餐、午餐和晚餐 但新開期間 只有星期六晚才有自助晚餐 又或者如果住在這裏 我想找東西吃怎樣 不需要擔心 在這裏 下面有個food court 還有一些outlet 包括after you 還有一些麻辣火鍋 都會在那裏開 於是住在這間酒店 你不需要再去別處 在一棟建築物裏 都可以找到好東西吃 真是開心 這間酒店開了之後 又有多個好地方去吃東西 實不相容住在這裏 這裏真正有好東西吃的地方 就不太多 每次都要坐車去Peligong去吃 但是我開到這裏 我簡直走幾步就可以來這裏吃 吃製作餐都可以 Kelvin你請 回到這裏 就是這裏最大最大賣點 大家看看 看到嗎 直接酒店有通道 是去BTS派泰泰站 接著就是這個機場快線站 於是乎大家 在機場搭機場快線 來到就再不需要搭BTS 直接穿過那裏 過了這個天橋上來 就是 就算你走到 在這裏拿著行李過去前面 接著然後上去搭機場快線 這樣就可以去到機場 因為不方便 當然方便 在大廈的一樓 有通道直往BTS站 和Airport Link 同樣地 通過這個通道 進到一樓 亦都有個位置 讓你進入酒店 Check in 就是這裏 究竟由這間酒店 走到這個機場快線 多久時間呢 好 我只走給大家看 大家自己計時 我就不走快格了 慢慢 平均速度地走 走到這裏 看到這個牌 Airport Link 最重要是 有啞遮頭 下雨也不用怕 走到這個位置 然後 轉過去 沒錯 就是這個Airport Link 是不是很方便 反直超級方便 反直超級方便 拖著行李 都絕對沒有問題 是啊 走去 跟著 搭機場快線 就是了 是不是很簡單 簡直簡單